Fox News 福克斯新闻觉醒了 这个右派的主流媒体平台拥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 其中像是Tucker Carlson, Sean Hannity, Laura Ingraham, Jesse Waters等等 我都还蛮喜欢的 那么他们也及时的揭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新闻 比如说像是拜登政府秘密的在半夜用飞机把非法移民送到美国各地 那他们也有很多优秀的记者 比如说Peter Ducey常驻白宫经常问出一针见血 让白宫发言人无法招架的问题 他们节目的平台也常年邀请各种保守派的评论员来上节目 那么虽然呢在大选的时候 Fox News曾经对于拜登当选的认证 让很多人感觉到很失望 但是在最基本的基本常识方面 我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说的基本常识就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 那么现在连福克斯新闻也开始宣传感人的儿童变性的故事了 因为呢六月份是所谓的骄傲月 所以福克斯新闻也特别为了庆祝这个左派的节日 搞了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上面写着 美国一起庆祝多样性 LGBTQ plus骄傲月 那么在这一个单元里面 他们单独的做了一个小纪录片 里面讲述了一个男家中的女孩 是怎么在父母的支持下变成了一个男孩 Pride Month continues as we highlight the story of Rylan Whittington whose journey of transitioning at age five has been seen by seven million people in a family YouTube video Ryan Yenis has the story about that family that hopes their experience can help others watch here 14-year-old Rylan Whittington is a typical Southern California teenager the only difference though in Rylan's eyes is what this family can mean to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kids under 18 who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we put our story out there so people could see that like there's another family out there that is going through what we're going through or there's another family who's proud of who they are before Rylan could even speak he managed to tell his parents that he is a boy and unlike some trans kids when Rylan came out at age five a few years later he had the full support of his parents for me it's just a deep spiritual belief that you believe in God and he created us the way he wanted us well then yes he created Rylan just the way he is you might be struggling right now but we believe in you this family we might not know you we might not know where you live but you know we understand you and we believe in you I want to thank the Whittington family for speaking to us it's not easy particularly at a time when transgender issues have been politicized people are afraid of w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Dana this family hopes their story will lead to more understanding more acceptance and ultimately more love 为什么福克斯新闻 要播这种东西 他们是为了取悦 现在官方认定的 全美国最重要的 那一小批人吗 刚才看的短片 是我已经揭露下来的 真正的片段 比这个还要长 只是拿一部分 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看 觉醒文化侵入 是多么的可怕 那么在刚才的 这一小个片段里面呢 透露出了很多扭曲的信息 这一对家长 在小孩提出 对性别的疑问和偏差的时候 做了极其错误的决定 他们没有往正常的方向去教导 反而是一再的纵容 让心理疾病变成一种 大家都值得去送赞 去学习的勇敢和勇气 其次 他们在影片中说 他们是信主的 他们相信神的创造 就是把这个女孩 创造成了一个 不男不女的样子 所以他们尊重神这样的创造 决定顺从神的旨意 让这个女孩变性成一个男人 这个是对圣经和上帝 有着根本上的误解 圣经里哪个人是变性人呢 神什么时候说了 他本来是要创造男人 结果造错了 变成女人了 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做父母的失职 找的借口 更是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 去创造他们喜欢的律法 他们想要所有人都去遵守这样的律法 而不是真正认识神赐给我们的 会让我们的肉体私欲 感觉到不舒服的律法 孩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父母绝对是要承担巨大的责任 在未成年人没有办法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在面对一些基本常识 一些事情在疑惑的时候 父母是要承担起教导的工作 如果小孩面临着心理疾病的问题 父母更是要积极的帮助他治疗 福克斯新闻会在六月份 推出这样一个送赞儿童变性的节目 无疑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战略 不管是他们希望扩大收拾人群也好 还是因为现在觉醒文化 在全球都慢慢变成一个大趋势 要跟风 还是因为拜登政府对LGBTQ的推崇 他们为了政治利益 所以要做一个舔狗 还是说他们真的傻到 认为这就是包容 这就是爱 不管出于种种什么样的原因 一个保守派的电视台 推出支持儿童变性的节目 我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一整件事都不是关于爱和包容 LGBTQ本身就已经是政治利用的工具 是他们为了让人民分裂 形成不同的阶级 而制造的阶级斗争的工具 爱和包容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借口而已 所以你会看到拜登在白宫写信 官方的承认 并且庆祝交奥运 那么近期联邦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老妖婆佩洛西 也出现在一个变装皇后的节目当中 国会不忙吗 当议长没事干呢 为什么他要出席在一个变装皇后的节目里面呢 因为他要去支持 要继续的推进拜登政府的立场 他作为特别来宾 来到这儿一个变装皇后的节目当中 向大家解释了 美国到底代表了什么 Applause 欢迎一优务 drag race 欢迎 为一个变了 这样 今年皮berry 39 欢迎杀才来说 大家好 我们orns为此 你雇 бо 佩洛西一上台啊,就对这些穿女装的老爷们一顿夸,什么啊,我很为你们感到骄傲啊,谢谢你们给世界带来欢乐和美丽呀,谢谢你们展现了美国的意义呀, 你们在变装中表达自己的自由就是美国的全部意义,啊,美国就代表这个呀,他说这些话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刚一上来夸一夸是其次,之后说的话才是正题。 我们的声音来说,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声音来说我做了,我做了我们的声音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声音来说,这件事是什么我们都看得到。 我们都放这句话中,但那些声音来说,那声音来说是很浪费。 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选举拉票 他们急于增长LGBTQ人群的数量 为了让自己的政党获得更多的票数 所以不惜把心理疾病和变装怪僻包裹上爱的外衣 他们不惜让幼儿去接受变性的激素治疗 他们不惜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拥有正常性取向的人 为了爱去支持觉醒的意识形态 给保守主义和基督徒贴上白人 种族歧视宗教狂热分子等令人憎恨的标签 有一个新闻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周六的时候 爱达河州的柯达伦举行了一个LGBTQ的游行 在游行的这个时候呢 就有群众打电话报警 说在这个游行现场啊 有一群人好可疑 他们头戴面罩 身穿铠甲 二三十个人都蹲在一个乡行货车的里面 那么接到群众的报警电话之后呢 大批的警察赶快赶到了现场 发现这些蹲在货车里面的二三十个人 都是同一个组织的 这个组织叫做爱国者阵线 Patriot Front 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 拿着盾牌 乡行车呢 是他们从U号租来的 在警察搜查的过程中 在他们那里找到了一枚催泪瓦斯 除此之外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的武器 然后呢 警察就把这三十一个人全部都抓起来了 给他们定了一个罪名 叫密谋暴动 这个罪名是怎么定的呢 凭什么就认定说 这些人来到这里 就是密谋要暴动的呢 就是为了要搞乱这个LGBTQ的游行的呢 因为警察说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证物 在他们租的这个箱形的U号的车里面 发现了一份纸质的文件 文件上写了 说这些人就是来暴动的 里面的东西 I don't think I'm at liberty to say exactly what the paperwork had on it just yet. 奇不奇怪 一群人密谋要暴动 31个人蹲在货车的后车厢里 还带了一份纸质文件 文件上还写了 他们是要去那儿要暴动 什么步骤全都给你写好了 而且奇怪的不只是这一点 从发布的照片来看 密谋这次暴动的人 一个个都还挺帅 身材都倍儿棒 比如说下面这位大哥 面不改色 正义里然 肩膀胸肌都练得特好 还有这个 背影怎么都挺帅的 而且站的姿势 怎么有一点像受过训练的军人呢 那这些人的正面照 现在都已经被公布出来了 都是白人 那纽约时报呢 对这一篇报道的标题是 当局表示 在爱达河州被捕的数十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曾计划暴动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们写到说 这是极右翼团体对于骄傲游行的威胁 又是白人至上 又是右翼团体 在用暴力的手段逼迫LGBTQ的群体 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去抗议的团体吗 因为他们也没有拿什么抗议的牌子 而且他们去到那儿什么都没干 只是在后车厢蹲一蹲 就让人给抓起来了 还是说这整件事都是一个左派自导自演的闹剧呢 因为这三十个人的身材 站姿肤色 包括在车里面发现谋划暴动的文件 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而且根本就不合理 你去暴动 你就暴动 你写什么文件 好 就算你写了文件 你带着去干什么 警察为什么到的这么快 学校枪击案的时候 怎么他们就在外面晃了40分钟都不进去救人呢 黑命贵 安提法打砸抢的时候 怎么没见警察制止呢 这三十来个人啥都没干 警察为啥到的那么快 还都给抓起来了 这是想要展示 国家对于LGBTQ有多支持 有多保护吗 还是说想要告诉我们 只有给左派带来利益的人 才最珍贵吗 那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 就是白人至上 种族主义 对LGBTQ的仇恨 对自由的阻碍 国内恐怖分子 宗教狂热分子 川普支持者 等等等等的 这些骂名又再来一次 支持爱和和平的左派 在这一个事件里面 再次得到了高举 得到了更多的民心和选票 不管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左派都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再次炒热了他们的议题 他们做的表面功夫 很足 很棒 但是是从实质上 在摧毁我们国家 有观众给我们留言说 说真是看不出来呀 你们还是基督徒啊 基督徒就应该要中立呀 因为我们的神 就是中立的呀 对于男人 还是女人的问题 你要中立吗 对于儿童变性 你要中立吗 对于扭曲事实 鼓励变性同性 你要中立吗 男人女人都没关系啦 啊 儿童变性 OK啊 只要他喜欢就好 啊 鼓励变性同性 啊 是国家的政策 哦 国家政策就是好啊 因为罗马书13章说了 我们要顺服 在上掌权者 你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吗 神从来都不是中立的 神的律法 就是律法 规则就是规则 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 模棱两可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同性就是罪 堕胎就是杀人 这都是神所恨物的 这些事情并不会因为 我们喜欢不喜欢而去改变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权利 没有任何的资格 去改变神的律法 让这些律法符合 我们自己的心意 我们反对儿童变性 我们反对同性变性主流化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堕胎 我们反对心理疾病常态化 我鼓励去向他们传福音 我鼓励每一个人都去到教会里面 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固定的稳定的接受属灵的教导 以及灵修 我鼓励每一个人都用爱心说出诚实话 他们可以走到街头去送赞这些变态的扭曲的东西来改变我们的文化 我们就不能做一点什么吗 我们享有言论自由 我们身上肩负重任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两个性别男人女人是基本常识 那么按照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 再过30年呢 再过50年呢 你确定这还会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基本常识吗 他们会因为所谓的科学发展出来上千种性别 男人女人的概念会被完全抛弃 甚至变成社会禁语 这就是为什么要读圣经 要认识神 因为圣经里面讲了人类的源头 两性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从这些里面 我们可以去对抗那些已经蜂魔的科学家 告诉他们 你们的研究结果都是废纸 不管你们花多少时间 写多少论文 世界上存在的真正的性别 只有两个 在圣经里面写的明明白白 这是神亲自告诉我们的 好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响应神的呼召 关爱以色列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一栋国度基业 耶路撒冷事工分享会 在6月16号周四 即将举行zoom meeting 线上特会 这是延续上个月 土耳其 以色列 华人命定的特会 要切实将福音 传回耶路撒冷 这是神 在幕后所做的 犹太人 与外邦人 要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进入一个新人的祝福 此次的讲员有 万王之王事工主任牧师 Chad Holland 万王之王事工长老 Michael Brian Labby 国度基业 耶路撒冷事工 张清泉牧师 和李萨拉牧师 线上特会时间 是6月16号周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 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下午5点到7点 一起来参与 启动国度基业 耶路撒冷